死亡榴盘转转转 还转啥呀 茶杯头DLC已经发售了 我们终于又有新boss可以打了 而且还多了一个新角色 叫圣杯小姐 话不多说直接开稿 目前我们还只能选择这两个角色 茶杯头和马克头 圣杯小姐应该是需要解锁的 哎 故事线来了 小杯子记得到海岸找我 穿车中的圣杯有个提醒 托我烧给你们 OK 开始我们的新的冒险 出现了就是这个人是吧 咱们在这边走过去 穿车中的圣杯让我给你带个话 需要你们的帮助 一座遥远的小岛 还有一段神秘的发现之旅 OK 走 出现DLC的名字了 最后一道美味 哎呀 划得这么慢 咱们给它加个素 OK 剧情正式开始 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大家自己看吧 我们下雨看看 我们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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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扶不西 前雨 我们下雨 我们下雨 们下雨 我们下雨 下雨 我们下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剧情大家都看懂了吧 典型的英雄就美啊 要想变身圣杯小姐 就在菜单里装备上那个漂亮的小甜饼护符吧 OK 咱们看看 圣杯小姐是个护符 化身圣杯小姐 可以解锁二段跳冲刺格挡和无敌翻滚 进入圣杯小姐的配方 咱们看看要怎么用 冲刺按Shift 二段跳ZZ 无敌翻滚是向下然后Shift 这个圣杯小姐多了很多技能啊 咱们来观察一下这张地图 这是干嘛的 哦吼 这个人是个宋财童子啊 送了我们三枚金币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拿 这边还有个Shop 商店 咱们看看有什么新武器没有 应该会有新武器吧 看一下 爆裂弹 哇 新之界击火枪 色彩的遗物 螺旋枪 感觉都很猛的样子 咱们现在还买不起啊 等我研究一下 看看买哪一个 大家想看哪一把武器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走吧 先去看看Boss 这边有个梯子 咱们上去看看 王宝 我觉得茶杯图的美术和音乐 做的是真正超级棒 这是一个国王吗 咱们过去看看 哈喽 不一样的战斗方式 是啥 进去看看 我们用了圣杯小姐的护服 所以我们现在是圣杯小姐 我觉得第一关 应该是让我们熟悉 圣杯小姐的吧 应该是二段跳 圣杯小姐还得练一下 可以格挡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看我来个二段跳 哇 这么高 有点意思啊 哦 没有头了现在 啊 差一点 走 哎呦 完了 第一次打 咱们要求没那么高啊 咱们先通关 然后再专家 然后再无双专家 然后再挑战 一个一个来 所以说 还没有关注我的兄弟 赶紧关注 后期更精彩 就这 太简单了吧 全部变成幽灵了 有没有评分 啊 没有评分了吗 好吧 这不是boss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打真正的boss了 还送给我们两块金币 OK 本期视频是开尾小菜 后期还有很多boss等我们去打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一定要查案 点赞加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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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